你好 我是李诺牙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首期轿车公司Uber最近真是处于多事之秋 Uber因为遭到女性员工指控公司内有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问题 重创企业形象 Uber执行长为了展现改革决心 一口气解雇超过20名涉及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员工 目前还有57名员工正在接受调查 31名员工正在接受咨询矫正行为 另外还有7名员工收到书面警告 Uber大刀阔斧挽救企业形象的事还有一桩 一名涉嫌偷窃Google无人车技术的工程师 正式被Uber开除了 Uber对外表示 这名工程师是因为拒绝配合公司调查 窃盗Google无人车事件而遭到解雇 新闻再来看另外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有三名湾区捷运的华一清洁工 去年总共拿到了超过36万5000元的加班费 第一名捷运的超级清洁工张良钊 去年的加班费高达12万5500多元 第二名清洁工陈家宝 去年的加班费也高达12万5200多元 第三名超级清洁工高日辉 去年的加班费也有11万5000多元 这三个人去年的加班时速总和高达7900个小时 捷运清洁工的基本年金 原本就已经超过11万美金了 再加上超过10万元的加班费 让这三个人去年的总年薪翻了一倍 湾区捷运工的加班费 在一年前其实就已经造成轰动了 张良钊在2015年也就是前年的时候 领到的加班费就已经高达16万2000多元 再加上他的基本年薪 张良钊2015年拿到的总年薪高达27万多元 他领的比森侯塞市长李卡多的年薪还多 甚至几乎快要和旧金山市长李孟贤领的年薪一样多了 张良钊的惊人年薪曝光之后 去年他的加班费和年薪比前年少了38000元 不尽管如此 他去年还是领到超过23万美金的总年薪 这个数字还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 捷运公司解释说旧金山市中心有好几个车站 因为游民聚集到处都是大小便非常脏 当清洁工很辛苦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工作 不过捷运公司也表示 今年已经停止清洁工的加班制 所以捷运的超级清洁工 今年的加班费会继续下降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